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团队的结构非常的有特色 除了我一个人之外 没有人 别说学音乐了 就是 在音乐上没有什么样 更多的这种 被教育的机会 可以理解什么音乐小白 自嗨这件事情是专业的人 特别容易干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需要我的团队 给我提供检验的标准 就是我说的这件事情 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 就是那天 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来了 觉得说 《水星期》这首歌 它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特别之处 完了我就想了 我们都知道短视频 短频快 你要瞬间的 就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这样的号是 好像很符合抖音 那我们一开始 实际上 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做 我们的视频动辄 几分钟 长达十分钟 而且这长视频里头 也不是搞笑 也不是情景剧 所有这一切 就是符合 能在抖音上火 都不符合 我们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 就是和人的惯性思维作对 不是其他的 我们希望大家如何去 认识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方式 和大家一直以来 所接受的 和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 正好是相悖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是在一派胡言 有一次 我很客观地评价了 理查德·克莱德曼 他作为钢琴王子 这个称号 是不是非常的匹配 但是反馈出来的很多 包括 还有人专门做了视频 来反击我 我也进行了反思 最根本的问题 是每个人接触音乐的机会 是不平等的 所以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给予大家 更多的机会 我是16年到17年 一年的时间 在伯克利读研究生 我们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 当时系主任 刚刚宣布我们的这个面试 可以开始申请了 就同学举起手问 系主任说 那个 能不能以独奏的形式申请 系主任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的这个场景 是在户外 而且人很多 而且历史上呢 是没有 没有出现过 以独奏的形式上去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好 我就好好思考了 所以我就申请了独奏 然后最后 确实是历史上第一个 以独奏的身份上去表演的 但是呢 整场音乐会完了之后 我的节目 却是反响最热闹的 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研究 觉得挺有意思的 自打我上学开始 我一直都是这样 也确实做了很多 本来不存在的事情 可能我本身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 我本身会让我觉得 不往活这么一生的东西 就是那种 你可以有不断的创造力 你可以不断去 真正创造出来 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想要创造出来 这些东西 有不甘 有不愿意 现在很多事情 就只能是这样 而希望 我们在做的事情 可以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可以相信一些什么 因为它真实存在 因为可以 不只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样